Hello,大家好,我是奧月 今天呢,想跟大家看一下這個黑色沙漠 因為呢,在沙漠呢,它同步覺醒了所有職業 那如果是韓版的話呢,它用了六個月的時間才覺醒了所有職業而已 但是這次我們所有職業是同步覺醒的,非常厲害 那我個人的武士呢 大家看到有把關刀啦,這把叫武神刀,就是覺醒之後的武器啦 那基本上呢,這把武器一裝上手之後呢 已經馬上變成了一隻蒙雙遊戲啦 那我想跟大家看一下這個的戰鬥部分的 那看到有一堆怪平時沒事的,清怪已經很快 但是這次的範圍呢,比之前更大 然後那些暴風啊,那些火啊,更加厲害 看起來呢,非常之大範圍,而且是整個攻擊的數量都增加了 那另外除了直接的攻擊之外呢,還有一個的,叫遠距離少少的斬擊啊,一個X斬這樣 相當之不錯啊,而且很有型啊,最重要是 好啦,看完這一個的頭盔族,我們再看完這個半軍啦 這兩個區就最多怪的啦 是不是好像無傷呢 一隻開放世界的無傷,現在變成了 看到下面有一堆怪就衝了下去啦,直接在城牆跳下去 清掉它 太厲害了,這個的武士覺醒了之後 那些之前,一起玩完之後沒有玩的朋友仔啊,快點考慮一下 重玩這個遊戲啊,覺醒真的厲害了很多 那當然那把武器也要去再重新突破那把叫覺醒武器啦 那我現在用來送那把藍色的,但是呢,他買一把藍色的呢 如果在交易所呢,要成900萬 那你也是用這個月餅去... 去...去維修的啦,應該 就是去維修的啦 那我用了170個月餅呢,都只是去到加14而已 我不知道為什麼掉了40層都上不到這個的加15 相當之難搞這把東西 然後因為它是藍色的武器,所以用月餅的話呢 是...一塊月餅只是賠兩個耐力的啦 那你也順便看看這個技能表啦 那看到那些技能呢 這個基礎的技能啦 其實它的技能不多的,而且呢,我現在56層都只能開到第一層 它差不多升到60啊,這樣才可以開到多幾層出來 那大家都知道,56之後升等級相當之痛苦的啦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開到的啦 但是...那個好處就是,其實我現在所有招都用不到的啦 是攻擊力的問題 那大家看到呢,那些的... 加成呢,有成千多%再加兩血 那所以呢,它的確是厲害了很多 但是因為那把武器要重新升 現在那把武器比較有水皮的 拿出來看看 我現在的武器呢,大家可以看到只有130公 我本身那把尼貝呢,就有170公 多謝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訂閱了呢,就會有回這個新片的通知啦 還有呢,有時候我可以實況都會有通知的 那多謝大家收看啦,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